大家好 我是梁兆軒Evan 現在在金門球場籃球隊 擔任球隊翻譯 籃球在台灣 是非常受歡迎的運動 許多熱愛籃球的朋友 只要一有扣 就抱著籃球往球場跑 或是到比賽的現場 體驗球賽的張力 而如果能將興趣與工作結合 更是再夢幻也不破 在SBO當中 就是有這麼幸運的一群人 除了自己熱愛籃球 平常的工作也是為籃球奉獻心力 究竟這份球迷眼中的夢幻工作 如何取得 以及他是如何看待這份工作 今天就要金球籃球隊的翻譯Evan 來告訴你 這份工作其實是人家推薦給我 因為那時候金球很缺翻譯 我剛好我的前輩是在中華隊當翻譯 他問我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有興趣 所以我就來這邊 其實這份工作我一開始 也沒有預設那麼多 只是想就是翻譯的工作 然後進到了球隊之後 才慢慢的了解到一些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就自學 或是問一些學長前輩 然後再緊緊自己 然後慢慢的做調整 然後現在我應該算 籃球界菜鳥 所以我也是慢慢再調整到現在 快要差不多一個球季的時間 然後慢慢調整到自己 習慣的那個步調 任何的就是興趣跟工作結合 都是夢想的事情 然後來到球隊的時候 我不會講到圓夢 但的確就是 算是夢想的一個階段 當然還可以再更精進自己 但很小大家打球的時候 都會想像一下做一些那種球隊的動作 然後到現在整整工作之後 你在直接運動 然後看著自己球隊比賽啊 那種感覺 一開始有點不真實 但之後你就會慢慢了解到 原來我們現在自己就是 已經進到這一個 夢想的其中一個階段 所以要也會提醒自己 就是更精進 然後想要更往上爬 這樣子 因為這份工作就是 要隨著球隊的作息 所以跟其他工作性質不太一樣 跟著球隊作息相對 比較規律 我們兩個洋將其實 只有他們剛到台灣的時候 比較多 要幫他們處理一些瑣事 然後我覺得跟著球隊作息 可以更了解 洋將他們心情上 或是練球上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 我不只是做比賽中 教練的轉達或什麼 然後上次試一下 我會多花一點時間 像朋友一樣 去關心他們生活啊 練球狀況啊 像我們對兩個洋將 他們其實 有什麼問題都會直接跟我講 然後我也會趕快想辦法 跟他們解決 然後也是跟他們聊聊天 因為有時候 難免大家 他們 就是離開家鄉來台灣打球 一定會有心情上的祈福 然後跟他們聊一聊 然後跟教練聊一聊 其實 對他們練球 或是比賽狀況 都會更好一點 像練球 我就是 還在 教練身邊 然後教練講什麼 我就馬上轉達給他們兩個 然後比賽期間也是一樣 我會先 聽教練轉達 然後 最主要的 球隊的 戰術 或是球隊本身 大綱的東西 先交代 細節我再跟他們講 翻譯這份工作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輕鬆 除了要將教練所交代的事情 準確轉達給洋將之外 還得必須完全配合球隊的練球 以及賽程作息 幾乎沒有什麼自己的時間 另外私底下還得要多花時間進修 學習更多不同語言以及籃球素養 這樣才有機會增加自己專業上的競爭力 我覺得翻譯這份工作最基本 最主要就是語言能力 能學就學 多學一點 不管是英文或是各國語言都可以學 然後除了你的語言能力 要有一定的水準之外 然後在場上你要比他們更專注 因為你比賽的時候很專注 有時候教練突然丟一個東西給你 然後你要馬上轉達 我覺得專注力是很重要 其實做每件事情都一樣 就是在籃球上的專注力 跟我其他事情上面 我當下付出的專注力是更多的 轉到籃球翻譯這部分 是要習慣籃球比賽的一個節奏 所以相對很英文 當下翻譯要很快 而且我們算是兩個洋將 所以相對有時候教練交代了 所以我們節奏要很快去適應 跟他一個交代完之後 另外一個要接著交代 然後籃球專業這部分學習都是 我以前看球賽一直聽 也不聽台灣轉播 不太聽台灣轉播 我網路上看或是電視上看 也都是聽國外轉播 所以他們有些場邊的 像教練啊球員帶麥啊講話 我也會聽 然後聽久了其實就習慣了 當然修賽季或是平常有通 我當然會想要多學幾種語言 因為現在不管是歐洲啊美國啊 甚至是中國都有很多外國球員 外國聯盟 甚至是更高層級的聯盟 各種國家語言都有 所以自己也會想要去學 其他國家語言 多學幾種國家語言 說明以後有機會或是有幸 可以去更高層級或是不同國家 去學習然後去工作 經過Aven的解說 相信大家對於隨隊翻譯這項工作 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及了解 有興趣的朋友別再羨慕別人的夢幻工作啦 趕緊跨出勇敢逐夢的第一步 一起加入籃球這個大家庭吧 就我來說職業運動的翻譯 需要快節奏的比賽還有抗壓性 還有當下的反應都要很快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 你可以往這方面做努力 然後朝自己的夢想前進